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及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做金刚拳 这个右手压着大腿的动辄的动力 然后压着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就是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就是压着这个坐笔以后 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里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始以来 就是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所造的 一切罪业的话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 这种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坐金刚拳压着大腿的格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这个痴性为主而所造的 一些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就是这样呢 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启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降测 啊啊哦哦哦哦 做三次气 就说是已经给大家看大的 Cup kinda can ha za cen za z雨 cha chan zha na ta taan ta taon ha papa bapö bible ma ya ra la a charger sa ha cha On yè dama usedu za ba wa hitin de hii tataan gato Haya ont- bezay u noroida yi oba тамa a ca ma an suha On yè dama usedu za ba wa hitin de hii tataan gato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以天变无际的一切行僧 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剧的果位 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大荡之之给必然是 大荡大义 新智能难免也老金 变化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荡大义 新智能难免也老金 新智能难免也老真 蒸蛋 小荡大义 新智能难免也老金 和声 新智能难免也老金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的这个上面虚空当中啊 大家一次高的地方呢 应该这个前半这个莲花上面啊 就是这个四字包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就是观像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地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想就是 释放诸佛菩萨的智慧众题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锤炼我 加持我让我的这个心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心呢 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 像上师的一样 就一定要在我的这个相续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 就是以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这个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念二十一点 就是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息来合照就是 前面就是观想上师就是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这些东西是在他面前一样的 就是在他面前一样的 在他面前一样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住 无有造福 举无卷顺利心 在这里讲 但愿我们的善根回向给那些世间的迷路的 迷失在房间以外当中有一些漂泊的迷路者或者迷茫者 所以我们作为学习大乘佛法的人也应该始终都是想着 世间上还有很多这样的迷路者 不知方向的 这种众生特别多的 这些我们应该从内心当中去发愿 让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 以诸佛菩萨的加持 遇到一些客人 遇到一些路人 然后让他们得到自己的归宿 世间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同时也想到这些人 在荒郊业外的地方根本没有护住者 在那个时候 往往都遇到一些非常可怕的老虎啊 财能 还有一些人凶 都市啊等等 各种恐惧的违缘 然后愿真是路人 在路途当中千万不要遇到这些强盗 土匪啊等等 不管是任何一个人 现在很多人保护情人 保护对自己相关的人 这是一种 世间低劣的一种想法 世间上所有的生命 所有的这些众生 遣除一切恐怖畏惧 让他们在出门的时候 一帆风顺 一路平安 每个人都是 最好不要遇到路途当中的各种违缘 或者车帆 火车窗 飞机遇到空难等等 种种的灾难全部消失 而自己在上班的时候 或者在家里的时候 他们也远离一切的恐怖和畏惧 我们心里面这样发愿 这也是我们积累资粮的 最好的一种方法 也就想让你回来 攻击 追账 追败 追败 也是 明他 Mile 他要線路上 不 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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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定要保护 加持 呼吁 就是保护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没有这种正式的路 就是非常危险 就是处于在非常危险状态的一些特别没有照顾的这些老弱病残者就是老年人啊 就是有些我们现在就是无意无和的有些老年人 还有呢就是一些无意无和的一些弱小者就是指的是有年就是像这个孤儿啊一些特别可怜的一些这个孩童啊就是这些同时呢就是极其愚痴的还有精神这个颠矿的一些精神病啊就是这些人那麽这些人呢应该不单是用人来保护他们而且呢就是用这个天尊啊就是胡法神啊就是始终都是 要加持他们 要加持他们让他们找到一个自己最满意的这种保护者 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呢一般来讲呢就是没有照顾的这些老年人和孩子还有精神不正常的人呢应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呢是非常非常的可怜的 因此我们平时啊就自己所做的这些三个的话呢也应该可以回向 同时呢我们供护法神啊就祈祷护法神的时候也应该这样想 不应该就是天天都是供一个护法神啊 帮助我身体健康啊帮助我自己得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所作所为的话呢就围绕自己而供护法呢其实也不是很好的 应该不但是对我的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要有帮助 而且呢就世间上的真的有很多可怜的老人啊 可怜的一些病人啊 可怜的精神病 愚痴痴这些呢通过你们的不同的威力呢 让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真正的一些老年人的话呢 就找到了他自己的一种归属 而一个老年人如果真的入了一个养老院的话呢 这就是活法神的加持 我们修行人很多都不一定要全部是用比较奇妙的事情来解决 通过不同的因缘来让他具足这个条件的话 这就是活法神和三宝的加持 一个孤儿没有父母啊 在那里特别可怜的话 那最后遇到了一个其他的人来养他 帮助他的话 这也是活法神的加持 所以我们平时要发心的时候也是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再进入了一个老年人的病人 我们按照这个事实的原因 我们再次参照的事实的原因 我们又来说 少论了一个事实的原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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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又继续讲到 愿我们世间上所有的众生 就是脱离八种无瑕的艰难处 八种无瑕的艰难处 还有具有信心和慈悲心还有智慧 然后我们这个事物也可以说在生存的过程当中 尽心地享用无有任何罪业的清净的这种事物 同时愿我们能生生世世地能毁念自己的前世 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候就是要远离八无瑕 如果没有远离八无瑕的话 我们想修行佛法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地狱恶归于旁生 遍遍满人常说天 邪见不逢 福出世 营业 次当八无瑕 就是世间上我们不能真正修持的有八种地方 首先是地狱 饿鬼 旁分 善恶趣众 然后遍遍的地方 还有野蛮的 不行僧佛教的 还有长寿天 然后有邪见者信不堪了 然后不遇到佛法 不遇到佛出世 没有佛法也没办法修行 还有我们营养 特别愚痴的 所以我们远离八种无瑕 叫做具体现下 所以我们想修行佛法也和这些交易 产生的交易 请不吝点赞 再来 等会更多的事情 但是我们想修行佛法 还可以好 一个人的交易 也不想修行佛法 我们想修行佛法 在带避运行佛法 我们想修行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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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免佛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同时仅仅是远离八无俠 不学知佛法也不行的 一定要具足信心和智慧跟慈悲 而最善者缺一不可的 不能缺少的 那么首先讲信心 如果没有信心具有邪知邪见 对因果 三宝 四地什么都不相信 那即使遇到佛法也没有办法的 然而有了信心还不具足的 一定要具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话 不要说是出世间的非常深奥的 佛教这么甚深的议论 就是连我们世间的基本的一些 信主著我的威仪或者基本的生活 也没办法解决 光有信心 光有智慧 但没有悲心的话也不行的 因为我们大乘佛教的根本就是慈悲心 一定要把这个智慧用在利益众生上面 利益众生的时候 你看到可怜众生的时候 一点都是感觉没有的话 那也不是大乘佛教的法器 同时我们生活的时候一定要想到 每一个人以清净的生活 无有罪业的 所以我们但愿生生世世当中 所使用的这种事物应该远离无中邪灵的 应该以清净的生活 然后时时都是要忆念 如果我们能回忆前世的话 那么行持善法方面有非常大的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玩得不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要有同一个帮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下面就是说 我们但愿世间上的一切的有情 享用财物的时候 可以说取之不屑 用之不尽 就像虚公宝藏一样的 虚公藏它是一种萨美 一种等词的名称 其实得到了这种等词以后 他所想的任何一种财物 不管是饮食也好 住处也好 或者是房屋等种种世间的财物 全部都自然而然出现 打开宝藏一样的 我们要发愿世间上所有的人们 让他们享受财物的时候 都像如意宝或者牡丽宝当中用一样 当时佛陀也是告诉 虚公藏菩萨遣除贫困者的唯一的迹象妙品 有这样的赞叹 所以就像变成虚公藏菩萨一样 让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来让世间上所有的众生 让他们的财富获得圆满 而且在相复的过程当中 不像我们人间一样的 人间任何一种富饶的财富 互相都是你多我真 中间有很多真子不息的情况会发生的 可是真正菩萨的发愿力现前的时候 那么就像出界的人们一样的 你怎么样去享用的话 没有人来控制你 约束你或者威胁你的 没有的 你可以长达多少年 也是可以自由自在地享用 所以在佛经当中也是说了 有证所生死 无证皆涅槃 其实有争论的话 这就是生死轮回的一种根本 如果没有争论的修行也好 没有争论的生活 在世间当中是趋入涅槃的唯一妙法 因此我们平时也是应该发愿 像世间上所有的众生 应该让他们享用什么 得到什么 就这样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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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比捍卫时 勇广习幻法 苦心憔悴者 见能心壮严 那么还有世间当中很多的卑鄙的 一些地位 壁裂的 或者相貌丑陋的 然后很多贫寒的 这些人士 极其贫穷的 这些可怜的人们 这些人们其实世间上没有地位 没有钱财 没有比较高的身份 这样的人 世人也是经常蔑视他们 会用灵眼相待 一般来讲 我们世间当中也经常这样 好像有地位的人 长得非常好看的话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都对你态度都很不错的 这样看见有些人 长得也是特别的难看 这样非常丑陋的 或者一些下贱的 种种这样的人 他自己也在别人面前发言也好 别人面前做什么事情 首先有一种自卑感 我肯定没有能力 别人肯定会不会说我 笑我 做什么事情 说什么话 心里想的什么样的事情 都不敢表达出来 世间上有很多很多 这样的可怜的 脆弱的 脆微的 这样的人比较多的 我们发愿 让所有的可怜的人 相貌丑陋的人 通过各种办法 应该变成非常庄严 相貌端严 好看的人 让他们应该用光犯法 一定要让他们获得一种快乐 每一个人只不过是 长相的这种判断和他的审美价值观不相同而已 实际上每一个人应该都是 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一面 不管怎么样 如来藏每一个人都有 这个如来藏一定会是 具足一切功德 具足一切相貌庄严的功德 如来藏上面有没有呢 肯定有的 所以我们应该看着 每一个人应该是最庄严的 最漂亮的 然后还有世间上很多憔悴者 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然后脸色也是 我们藏地有一种说法 这个人都是很可怜兮兮的 脸上都是好像灰 灰都是大概有一次 因为很多时间都没有念习 这也是一种夸张的语言吧 但实际上 这样很多憔悴者 很多脆弱者 愿他们也应该变成强壮者 愿他们应该变成身材意义 身材魁梧 应该在世人当中 显得非常重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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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